2 1 比賽開始 所有跑者奮力向前 不管是跑3公里 5公里 半馬21公里 或是挑戰全馬42公里 每個跑者都抱著一定跑完全程的信念 鍛鍊體格得到成就感 每年在北海岸舉辦的萬金石馬拉松 都吸引了大批跑者踴躍報名 不過想跑完全程也得先練練 記耐力 新北市府看準這點 出版了本路跑地圖 裡面總共規劃了18條優質路線 最近我有發現很多的觀光路跑開始盛行 像上次的烏來馬也是 所以我覺得這是萬金石 還有去年美金龍賽事 也在金山那一段都非常的漂亮 在假夏天的時候 我們都很喜歡到水漾公園做一些訓練 因為那個場地規劃得非常完善 基本上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高強度高速度的訓練 因為我們手中安全 所以水漾公園那個地方 是汽機車是不會進去的 安全是第一 在一跑出你的新北style喔 新北市府首創的路跑地圖 結合鄰近觀光資源 從新店 三峽 一直到北邊的淡水 巴黎 都有10公里左右的慢跑路線 推廣運動觀光 也為熱愛跑步的民眾 提供更多安全可靠的路線 第一號就是路跑了平 然後有淡水 有微風運河 相當的美麗 所以高就是我們觀念山的高難度 這個難度可以跑出更美 然後山的美 路跑地圖將在26號開放民眾 在新北市府一樓大廳免費索取 預計印製一萬份送完為止 過年期間大魚大漏 年後想健身的民眾可以按圖鎖計 從這18條路線開始 記者王真心 採訪報導